拉尔德是变色龙宝宝刚从枯叶里孵化出来 然而他身体里的代码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生存太久 这些小可爱几能在世间生存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的生命周期是陆生脊椎动物中最短的 所以小家伙刚出生就要被迫和时间赛跑 虽然他跑得比谁都慢 但依旧要在食物稀少的季节拼命干饭 等到云水降临大地变得绿意昂然之时 小西蚁们便迎来了他的春天 独立运动的双眼能让他们很好地搜索猎物 一旦发现是苍蝇他就会有的一下将其纳入口中 虽然很脏但对他来说这份蛋白质无比鲜美 以至于干饭时小家伙都会开心地合不拢损 而且就连长腿蜘蛛都逃不过他们饥渴的胃 他们似乎对这些蜘蛛非常的情有独钟 可能不会跑得蜘蛛比抓苍蝇来得更加轻松 但是有些体型过大的蜘蛛他们就没什么办法了 不过没关系 打不过老的还可以求打他家的小朋友 对于小家伙来说蜘蛛巢就是一个自住餐厅 即便有蛛丝阻拦也挡不住这个长蛇大聪明 小变色龙要花上一半的寿命把身体长到原来的五倍 然后才能迎接成年动物固有流程交配及延续生命 等雄性长大之后龙哥就变得有些不太可爱了 他会长出一个代表魅力的大长鼻子 听说鼻子的大小和某些器官有着迷惑的关联 而雌性依旧老样子只是换了一身绿色行头 但是想繁殖后代短数的雄性也需要与人搏斗 这只雄性极不可耐地靠近了另一只雄性 他们像久别的夫妻一样会用一个肺吻定下胜负 而一旁的雌性早就吸好了香香等待会骨 虽然依旧很满不过雄性看起来似乎一场温柔 这大概是他们短暂生命旅程中最美妙的一次邂逅 也不是很大的体型 如果长得太大肯定会以文娃儿的身份加入到人类文明 另一种蜥蜴我们姑且叫它小彩奇 它们可以用下巴养起独特的鲜艳旗帜 但是勇气的丛林中总是会有它的天底 为此滑翔蜥蜴仰化出了它们独特的逃生绝技 绑子一张它就能从一棵枣树飞到另一个枣树 但是小蛇蛇也不甘示弱 它同样能在空中扩大身体用来滑行 看起来只差一个金丹它们就能变身成龙 不过小彩奇已经安全地落在树干上逃过了追杀 而天堂树舌渡解失败仍要做回一只长虫